第十一集 离这哭声越来越近了 这时我发现前方不知什么时候 升起了一堆火 那火光在黑夜里显得有些鬼 透过火光我看见了一个人白影子 趴在一个大土包前 哭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按说哭自己的孩子很正常 可是声音有点尖锐怪异 有点不像是人的声音 不过说是鬼哭吧 偏偏就少了那种阴寒之气 我心想自己有本领在身 前面哭的那个就是孤魂野鬼 我也不会放在眼里 啪嗒个神 这你一想自己有点多心 那个坟包子不远处 就是点着灯的房间 这一定是谁家死了孩子 母亲伤心欲绝再次痛哭 我想到这里就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坟子前 看见有一个女的穿着白衣服 趴在坟头上 我走过去说 大姐 这月黑风高的 为何深夜在这里哭泣呀 那个白衣人抬起头来 看了我一眼 继续在那里哭 一边哭 一边用手抓在坟子上的土块 这一抓土块 被我看到了眼里 我此时心里有数了 这个绝不是鬼 因为鬼是有形无质的 虽然能看到 但只是影子 而这个 却能用手抓到土块 肯定是人 这时 后面的山畜生 好像离这里越来越近了 我看那个女的还是哭 就劝她 唉 这个大姐 快别哭了 你看看这深山里 到处都是吃人的野畜 你呀 还是赶紧回家去吧 省得成了野畜的 一口食啊 女的一听 抬头又看了看我 擦擦眼泪说 多谢这位大哥 山畜生来了 吃了我也好 我儿子被人 无缘无故地炸死 我父心疼儿子 现在重病在床 我活着 也没什么意思了 死了好 死了好 一死 百了 哎 死言差矣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略为通小谢医术 你丈夫的病 能让我看看吗 那女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说 太好了 原来您是先生 都说先生是父母心肠 今日一见果然不假 谢谢老铁爷 谢谢先生 我这就领先生到家里去 说完站起身就对我说 先生请 前面就是我家 我主着拐棍忍着剧痛往前走 那女的问道 先生 您这腿是怎么了 我叹了口气 我本来是人家请来看邪病的 可是没想到被黄鼠狼子精算计 腿摔伤了 那女的说道 先生怎么知道 就是黄鼠狼子精呢 那黄鼠狼子精啊 为我一见杀了 好大的一只 和狗子差不多大 那女的一听 当时脸色大变 我赶紧问女的怎么了 那女的连忙说没事 然后一句话不说 领着我往前走 这时离小屋越来越近 那个小屋 就像是一个圆土堆 和平常的瓦房草房不一样 那间屋子只有一个门 没有窗户 这样的屋子 有点像是死人住的坟头屋 不过 一般的坟头屋很小 这一间屋子大 这时 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回头说 先生莫怪 我家平头小民 家中昏暗 还请先生 不要嫌弃 我赶紧说 哎 大妹子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们都是一样的穷人 这已经很好了 女子就在这时 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把我吓了一跳 只见她的眼睛充满了怨度 好像和我有身仇大恨一般 不过 那女子怨毒的眼神 转瞬即逝 接着 变成了楚楚 可怜的样子 转身朝着 屋子里走去 我看到那女子的眼神 现实一老 不过 想想我和她 又没有什么 深仇大恨 那眼神 可能是我看错了 于是摇摇头 拖着拐棍 跟着女子进屋 刚进屋子 忽然一股的霉味 洗面而来 那是一种 腐朽的气味 只有坟墓里才会出现 我闻到腐朽的气味 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个女子 有情况 想到这里 我赶紧的心中默念到 道清静 地道安宁 人道虚灵 三才一体 混合乾坤 阴阳寒韵 水火通融 打开天眼 洞察神明 奇迹如律令 这个是开天眼的咒语 想打开天眼 可是 由于自己掉下驴 摔伤了腿 看那个白衣女子 只是隐约地晃动了一下 好像 长着一张 长满白毛的脸 可是再看的时候 又变成了白衣女子的模样 直接那个女子的眼睛 十分怨毒地看着 那眼里 套着一股子舍人心魄的杀气 我这时再想开天眼 就觉得气往上涌 一股新闲的东西 从嘴里吐了出来 天眼根本就打不开 我知道 这样下去 自己会害了自己 于是赶紧压住心中那股乱窜的气 白衣女子死是黑黑的冷笑啊 那笑声好像是从地府里传出来的 透着一股子阴纷 听了 让人头皮发麻 我知道 这个女子是一只白黄鼠狼子精啊 想我自从跟师父学艺下山 到处降妖除魔 行侠仗义 死伤在我真下的鬼怪 没有一百 也有八九十了 可是那天阴沟里翻船了 竟然被一个黄鼠狼子精 用草扎成的毛驴 摔断腿 接着 又中了这个白衣女子的圈套 我岂能忍下这口气啊 于是 嘴里大叫道 你这个妖孽 既然化作人形海人 我今天又杀了你 生得你日后海人 这时 那个白衣女子也立声地高叫道 姓李的 我与你朝过山是海 你先是扎死了我的大儿子黄天狼 近日又扎死了我的小儿子 我一定要杀了你 给我死了的两个孩子报仇 白衣女子那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一个月前确实扎死了一个上了人身的黄鼠狼子精 黄鼠狼子精当时就自称黄天狼 那天我正行走 忽然听到有人在那里喊叫 声音像是一个醉汉喝醉了酒 在那里耍酒疯 我赶紧跑过去看 这一看 只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大姑娘 光着三寸精莲在大街上狂奔的 后面的几个人跟着哭号 那时候封见 大姑娘的三寸精莲可不是随便露的 光脚露出三寸精莲和现在光着钉一样丢人 这样的事传出去都不好找婆家 我看那个大姑娘眼睛直勾勾的 衣衫不整 但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嘴里发出类似鬼魅的尖叫声 手舞足蹈上蹿下蹦的 用两只脚尖顺着墙跟跑 我上去拦住那个女的 女的一见我拦住她赶紧地转身跑 就在这时人围上来把大姑娘抓住 姑娘的娘赶紧拿来衣裳给姑娘遮羞 姑娘的爹在那里大声叫着丢人 扬言 姑娘给祖宗丢人 回家拿绳子让姑娘上吊 而那个姑娘被抓住之后 嘴里大声地喊叫 身子乱蹬 嘴仗着乱咬人 这时姑娘的爹脱下鞋子就抽姑娘的脸 以鞋底子下去 姑娘的脸当时就肿了 嘴里往外躺着血 可是这一抽姑娘叫得更厉害了 吱吱吱地像动物乱叫 老头又要抽第二鞋底子 我过去一下子架住老头说 别打了 你打死这个姑娘也没用 她现在像是被俯身了 老头一听 盯着我就问怎么知道的 我把我的性命一报 姑娘的娘一听 当时就跪下让我救救那个姑娘 我二话没说 就让人抓起姑娘的手 我开始给姑娘摸脉 看看是鬼是神还是先 我开始给姑娘摸脉